你晚上睡這裡啊? 水井 所以它這個地方好像是沒有水沒有電的 這個環境真的不行 人睡覺都有問題 也不要講狗 哈囉 大家早安 現在是七早八早才三點多 我們要出發去951的KLA 我們要先去Sarawak 然後再去Saba 自從MCO之後 已經三四個月沒有坐過飛機了 很緊張 想到要坐飛機 其實我們很早呢 就有計劃要飛Saba跟Sarawak 我們有選到其中兩家 他們也是蠻早報名的 我們很想快點去幫助他們 因為我覺得東馬那邊的資源比較不夠 尤其是那些海運啊 在MCO的時候其實是停止的 之前在MCO的時候如果飛過去呢 要被插鼻子 不然要被抓去官司四天這樣 然後後來呢開放之後呢 那個機票突然間暴漲 好像飛日本這樣貴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是能拖到現在 真的很抱歉啦 東馬的朋友 我們也是想盡快去把東西送到你們手上 所以現在終於要去機場 搶了很久沒有去很緊張喔 唉唷 現在我們不小心走到一條很奇怪的路 我不知道MCO期間為什麼蓋了一條這樣奇怪的路 就是睡覺一下突然被搖醒那種感覺 而且這個路是新的也 路燈都沒有 連線都還沒有畫好 又下大雨非常危險 這樣很怕來不及趕到機場 怎麼辦啊 慘了咯 所以現在我們很緊張是因為 我們很久沒有坐飛機了 也不知道去機場會不會被檢查全身啊 尤其是我的那個Passport本身是有問題的 唉唷我的IC也有問題的 就反正我出入境或者是去東馬 都會每次被檢查 唉唷小心 唉唷 來不及了快點 我們現在要去KLA2 因為我們的飛機買回來的是非KLA1 所以我們PCC Park在KLA1 然後坐車去KLA2 然後回來的時候剛好回到這裡 要算到好好 如意算盤 其實他們蠻可憐的 因為他們現在的Taxi生意真的很難做 整個機場是空的 你知道我是一個常常搭飛機的人啊 我來到這裡我看到這樣我是覺得蠻淒涼的 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國際機場 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裡面只有掃地的阿嬤 還有一個Guard在那邊走來走去這樣 然後外面整排Taxi 其實我們有點尷尬 因為我們叫了Grab Car 可是這裡整排的Taxi老在那邊等著 之前馬來西亞常常發生Taxi人圍毆Grab Car的事件 我們要被打 被打了 被打了快點 快點要被打了 去吧去吧去吧 快點跑跑 快點跑 上面明明寫T 我們有個人就T拍拍拍 結果叫我們來這裡拍 這裡是U 然後我們講說Check in 要去按那個機器他講手不可以動 OK我明白 這樣他講說我們要人工 要加錢 這樣做生意的 OK現在我們已經慢了一個小時 我飛機可能會飛掉 現在非常危險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多人這裡不要開 那邊不要開這樣 然後那邊很有空 所以這裡急到滿滿的 外國機場如果有這種情況 一定是開多幾條的 現在我們發生一個緊急狀況就是呢 我們四個人一起去 只有我有位置 錢已經付了 到了這裡排隊 他講三個人沒有位置了 所以其他的應該這個是猛鬼航班 很多猛鬼在裡面 不知道他要走什麼路線啊 我們現在看他怎樣操作 The best airline of the year 看一下怎樣玩 So we check in already Just only here pass it OK now We just go to the front Ta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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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我們去回剛才那邊排隊 本來來得及的被他弄到來不及 代替馬來西亞跟外國 來到馬來西亞的朋友 如果你們下的是KLA-2這個機場 我真的跟你們抱歉 馬來西亞不是這樣的國家 只有KLA-2是這樣的 來不及了快點快點 終於來到門口了 到了到了 Welcome to MIRI 3個顏色 有白色有黑色有紅色 我一定是選紅色 因為這個是叉燒的汁 這就是沙拉瓦的味道 OK現在我們要前往一個 流浪動物收容中心 OK我們之前有派人秘密來探訪 他們是剛剛搬遷 然後聽說遷外面很多很多錢 還蠻慘的 聽說啦 東馬這裡 他們射殺那些流浪動物 是沒有跟你開玩笑的 尤其沙拉瓦這裡 之前狂犬病很嚴重 是蠻嚴格的 所以我們能幫就幫 你看最重要是 伊西亞伯給的錢呢 剩最後一個轉塊 最後一塊 因為多了這筆錢出來 挖掘到了更多需要幫忙的人 真的要感謝伊西亞伯 不管你們罵什麼 不重要 錢幫到人才重要 最後一個轉塊 希望可以幫他們脫困 先手進去不要太高調 畢竟這邊的人生地不熟 馬上嗅到一股狗的味道 我覺得還不錯了 好像乾淨了 是美女巫的美女巫 每次新的人來 他們就會飛飛飛 等一下子就進來了 對 每次來到狗場 他們一定很興奮 他們有分兩塊 那個是紅白 這裡是東星 你每個名字都記得啊 有名字的記得 然後有一些沒有名字的就 你要做什麼 你要強檢我 你是怎樣認他們的啊 一樣 因為每一隻他們 我們救的他 都是經過我安排的時候 所以我都會 我都會認得他 這裡是還沒有蓋好的 對啊 用一些暫時的雨 蓋的東西 把他們吃起來 所以他們很大片 這裡是完全沒有動風的 他們只把圍起來 這個地方很多黃金 很Q耶 你看貓貓很多耶 你一坐下來他們全部過來 他拿尾巴弄我 你看 他尾巴的功能就這樣 挑逗我 貓總共是80多隻 貓80隻 有些是給人家養的 帶養 因為有些生病的人 這個地方不適合 一晚上就沒有人看 會異工他們就來找我們 就說 我有興趣 我不能夠領養 可是我可以帶養 哦 所以還有一種異工 是帶養的異工 其實看看開始 幾個我們女孩子 這樣子喜歡動物 看到街上有 我們就講 OK 我們就就飲食先 慢慢慢慢 從一兩隻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們這邊有狂犬病爆發 所以那時候政府用的射殺 他們就給我們一個月的期限講 一個月後 不管他們有沒有帶你們的牌 我們都是照樣射殺 我們那時候就真的手忙腳亂 到處找地 幸好有一個好心人 很便宜很便宜的 就是給我們這個地去租 他的意思是 如果你到時間裡面沒有找到地 他就全部射殺 他不管你放在哪裡 就是說我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你要救他們 你先把他們拿上來咯 這樣你也救不完啊 就不完 對啊 肯定很多被射死 可是也是有很多好心人 是說有看到我們的國牌 他們快點開門 給他們進去 還是有好心人 都有啦 我覺得你們這裡做得還蠻好的 可是為什麼沒有拿到那個 Tax extension Tax extension很難很難拿到 我們有一直去申請 可是裡面 沒有放棄 我們還是繼續去 可是是裡面的那些人 跟我們家 就是說人的先 跟那個Islam的社會先 才會輪到我們 所以我們還是會一直去升血 這樣子 其實他們也是很為難 因為他們現在沒有公開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還沒有 那如果他們突然公開的話 就會很多人丟狗在門口 你知道嗎 而且我們還沒有設施 我們也應付不來 所以導致他們現在都 連招牌都不敢掛上去 因為他們自己都顧不到自己的狗 所以這個是我們 準備的一點心意 我希望可以幫到你們 一定會 真的很謝謝你 你們付出太多 我們是過客吧 謝謝 加油加油 謝謝 我們剛剛離開了那個狗場 我覺得 沙拉瓦這裡的情況 跟我們西馬 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他們這邊殺狗隊真的很兇 各位有看Facebook 都知道 新聞很多的有燈 這邊是完全沒有跟你開玩笑的 這些狗呢 就是那時候 在大量的殺狗的時候 他們救起來的狗 他們是頓時之間 突然多了一大堆狗 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他們的 整個場地呢 只蓋好一小部分 需要蠻多錢的 所以附近的朋友 或者是沙拉瓦的朋友 大家可以幫幫他們一下 耶 來到沙拉瓦呢 一定要吃沙拉瓦 真的不一樣 一定好吃 可是呢 我不能吃辣 所以我只能拿小碗 吃一點點 不要浪費美食 哇 太好吃了沙拉瓦 山色奶茶 來喝一下試看 要攪給它均勻 你看 下面是班蘭葉的那個汁 跟奶 還有茶 哇 奶茶有班蘭葉香 多麼特別 我們現在前往 米里機場 然後我們要趕去下一站 KK 因為沒有自飛的飛機 飛去KK 所以我們要去到 拉布灣轉機 這個地方呢 我也是沒有去過 是馬來西亞的另外一個直轄市 很有歷史價值的一個地方 Karen Kong的家鄉 也是曹格的老家 可是我沒有機會下去看 我們只是去轉機 可能有機會喝一下它機場的水 感受一下拉布灣的水 這個是我第二次來美里 沒想到這麼短的行程 半天都不到 下次希望可以回來跟大家見面 Let's go 終於拿到了機票兩張 要去拉布灣轉機 我們現在到了上飛機的地方 我發現人很少 然後而且那個安檢不是很嚴 它反正是檢查你的疫情多過 檢查你有沒有偷渡 因為口罩啊什麼都不用拿下來 終於上了小小的飛機 很可愛 我剛睡到不知道怎樣 我們現在終於到了沙巴的機場 可是我們發現到了呢 我們剛離開了KK的機場 它的整個防疫啊怎麼很國際化 因為KK是國際觀光城市嘛 所以他們整個東西安排起來 比較嚴格比較走向這樣子 天差不多要暗了 真的很累 剛才半路也在睡 然後一直轉機 衣服濕了又乾乾的 又濕又下雨 又流汗 我們現在趕到一個KK的龍亞學會 把錢送一送 等下我們去吃好料 很期待 因為KK這邊是海鮮 到了到了 哈嘍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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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團體的目標是 首先是提供教育 我們有學生 我們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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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25歲 我們有25歲 年齡是從2歲到6歲 你也有一個教育嗎 嗯 對 這就是你叫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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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保持孩子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 对,因为我们做了很多 他们感到愤怒吗? 有些人觉得他们尽量自己的最好 成为奇迹 在帮助孩子得到正常的帮助 所以我们尽量自己的最好 帮助孩子的帮助 这区域有保护的区域,对吗? 是的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刚刚离开了 那个沙巴聋哑协会 他们这边算是有一点像学校这样 就教他们聋哑人士一些生活技能 一些手语啊 我刚才听到蛮多蛮感慨的事情 就是有很多家长 其实家里有聋哑的小孩 都不敢承认 也没有带他们出来 然后也不愿意带他们来这里 然后有些是因为家庭的状况 他们以为要花很多钱 那有些是因为他们觉得丢脸 或者说他们不敢向社会承认 他们的孩子是有问题的 所以就没有办法让孩子去接触社会 去学习正确的聋哑人士交流的方式 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谁家里有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鼓励他们走出来的 所以你们如果在沙巴的朋友 或者说在KK的朋友呢 知道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多多来帮忙他们 所以结束了今天的旅程呢 我们差不多要崩溃了 太累了 所以我们要去找东西吃 可是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 这里又是观光圣地的关系 很多餐馆是没有开的 所以我们自己想办法找东西吃啊 耶 我们来到沙巴一定要吃一点海鲜啊 虾 今天真的太累了 一定要吃好一点 我们团队呢 其实分成蛮多组的 有些是事先就去考察 还有些是负责安排行程 你们有发现我每次去到哪一站 就带他们去吃好吃的 当地的美食 因为我们都做到很big check 很累 吃好一点就好上路 那这个算是我们的倒数第二站 还蛮感慨的 因为整个旅程就要结束了 还至于你什么话要讲 你可以讲的 他刚进来公司 然后帮我们安排整个行程 还蛮辛苦的 就从二月到现在 终于要close跑了 很开心 很有意义 因为他刚进来 就交了一个人路给他 然后他就带着我们公司的同事 轮流到处去勘察 然后再一站一站 再安排行程表 都订这个订那个book 这个book 一大堆事情要做 不容易了 接下来吃完了 明天还有行程要走 好 我们现在到了hotel 要睡觉一下 ok 没有敲门 这样迷信了 没有 也迷信了 打扰了 ok good night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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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早安 现在我们要马上赶飞机回去西马 还有最后一站要去 Let's go 另外机场没有人了 很少人 感觉可以在那边睡觉都没有人吵 我们现在到了吉隆坡国际机场 这里的店全部关掉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场景 很新奇耶 人少到我都不知道怎样走 因为平时是跟住人走 终于到car park拿车了 我们现在赶去最后一站 很感慨的最后一站 我们现在到了seremban的郊区 的一个森林里面 你看 哇这个路是能驾的嘛 哇 这里是完全 其实是没有路的 这个是红泥土 这里是一个流浪狗中心 然后他的主人在前面带我们路 可是他已经跑不见掉了 有一点开太快了 我们可以更快的 我们的是高的车 可以打fight的 不要输他 我觉得外国人会很喜欢这里 整个热带雨林的风情 还有很多羊齿植物 可以想象这个地方 如果下雨的话 根本就进不来 通常这种流浪动物收容中心 我们去了好几间 都是在类似这样的地方 哇 他每天进来要花很长时间了 还要打包一个午饭啊 我看他要出去也会很久 你看我们开这么久 还在这个森林里面 所以他们几乎是在里面睡觉 跟狗在一起睡 这种是半人半神 对我来讲 哇 到了 我们一来也听到那个狗狗 欢迎我们的森林 哈啰 你们好 这边的全部不凶的完全 喊出来 喊出来 安琼默默看着我的眼睛 安琼默默看着我的眼睛 对啊 对啊 他很累啊 他很累啊 你晚上睡这里啊 我一个人睡 一个人睡 他在那边睡觉 这里没有水没有电 所以他们筹款捐了一个发电机给他们 要水越水 水井 水井 所以他这个地方好像是没有水没有电的 有人捐了一个发电机给他们 他们拿来抽地下水 这个环境非常非常恶劣 不知道他们怎样生存 你们有跟政府申请 Angelo来什么 我们有申请了 但是他有一个law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这个成员里面 就是要一个月开支援的那些东西 我们不会做 所以你们连Angelo来生都没有 没有 申请不到 我们不会申请 因为一般上我们去那些慈善团体 他们有些是有Angelo来生 可是没有Tax Assumption 所以他们是连Angelo来生都没有 所以才会这样子的状况 有两个狗场 之前有人要跟他们讲说 安邦没狗场 我们有狗场 然后那个 听他们讲 然后安邦没狗场 什么意思 你那时候安邦那边有狗场 安邦绣好了 然后他叫我 不要 不要走 你那时候把狗场拿走 就不知道那个地方变成什么 给他的 也是人口 是你们的合作上有问题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的 所以他们有人筹钱盖了一个狗场 可是因为他们一些纠纷 所以他就把狗全部带走了 所以只能丢在这里 没有 这边已经一路了 这里也本来就有 那全部在我家 好 你的另外一个狗场的狗在你家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地点是在Isramban 这个地方叫什么 拉萨加烟 拉萨加烟的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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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啊 要给人家知道人家才帮得到你啊 还有 有 没有 没有 因为我 因为我很 进来那些狗 因为他们不打架 为什么啊 所以如果 我今天在这边陪他们啊 他们每天就真的没有人进来 他们就没有事情了 可是不会这样讲 你这样讲的话 没有人进来帮你们啊 有些狗全部很怕 有些狗去里面里面里面 可是你这样子 你不让人家知道 就没有人在来帮你们 没有人帮你们 你们拿你有钱去 不这样活动 这样不是办法 不是办法 你们要接受人家的帮助 不然很难帮到你们 我想知道 是谁寄信给我 是你吗 因为我们那时候MCO不能来 所以我们本来是很早 三月就要来了 然后MCO一段时间 我们这边断粮 也就觉得 我个人是个儿子 抱歉 因为我们来不到 MCO我们来不到 也不可以一直交给人家 这样子行 这个是需要社会帮忙的 我觉得最重要是 大家知道进来帮忙 这个环境真的不行 人睡觉都有问题 也不要讲狗 好 这个是今天的最后一张check 这一次整个旅程的 最后一笔 支出的钱 我们这个地方拍照 就会给他们知道 我希望你们不要去拒绝 外面的帮助 你们需要帮助的 好希望你们加油 好 我们做的是这样吧 我们也觉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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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刚刚离开了 那个流浪狗收容中心 我们现在整身是大便 还有毛 然后很臭 现在我们要赶回去 吉隆坡 要冲凉 我觉得该那个地方 他们是刚开始的 就大概开始一两年 然后收了那些流浪狗 那个地方 环境非常非常恶劣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 要怎样去找外面的人帮帮 甚至他们有一点担心 人家来看到这样 会霸凌他们 然后他们每天这样跟狗 睡在一个木板上 睡在一个深山里面 然后连水连电都没有 我不知道他们生活 是怎样过的每天 那个环境非常糟糕 我觉得他们需要去 好好去修建一个地方 来收容这些狗 不然这样下去 真的不是办法 这次整个旅程 就这样结束了 让我来统计一下 我们去过什么地方 这一趟呢 我们总共跑了 28家慈善团体 那里面呢 有6个流浪动物收容中心 7个骨儿院 4间老人院 4间残障中心 3间社工团体 1间聋哑学院 1间盲人学院 1间戒毒所 还有一间临终关怀中心 所以总共是28间 这次整个行程 包括捐钱跟一些花费 大概花了100万马币 然后里面其中包括 ECLBET赞助的10万块马币 我要感谢这次ECLBET 对我们的鼎力支持 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疫情下 你要找到那种愿意捐钱的团体 也真的是很难 因为我一直都在用 自己演唱会的钱来捐 然后甚至还有我自己私人的钱 刚好有人这样加入 让我们可以帮助到更多人 感谢一路上 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 还有每一个慈善团体 我要跟他们说谢谢 因为是他们 让我看到了 这个社会的角落 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 还有他们每个领域 专业的一些知识跟常识 然后我也要谢谢 这次安排整个Tour的紫园 他虽然年纪小小这样 可是他安排完整个行程 真的很不容易 还有这次跟我们一起出去 跑的我们的员工 跟参与 简介 后置的团队 大家都很用心的来做这次的慈善之旅 那你问我整个慈善之旅有什么感想呢 我想讲的就是 当我们越做越多慈善 越帮越多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越多人需要帮忙 那你已经没有钱了 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帮下去了 就是我现在的状况 我必须承认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 接下来要怎样过下去 我还要想办法 因为我歌手的身份呢 我也是很久没有办法在台上演出 所以我们公司已经差不多半年 没有震荡的收入了 其实蛮辛苦一下的 只是 没有办法了 接下来想办法赚钱就可以了 希望可以透过这一系列的慈善的影片呢 呼吁更多人出手相助 不管你是有钱人 Dato Dansuri 大老板土豪 还是Buan Sri Dattin也好啦 或者你只是平民百姓 你要出一点棉婆之力 或者你要帮我把这个影片 share给更多人知道这些慈善团体 或者那些甚至我没有拍到的 我没有去到的 你们都可以分享出来 让大家可以帮助这些慈善团体 他们真的很辛苦 我就只能坐到这里 我尽力了 我希望有一天 如果有本事再赚到更多钱 我会继续坐下去 这一辈子呢 可能还有机会再做这样的东西的话 我会不遗余力 一起撑过去熬过去 不要忘记 窗外有美好风景 每个生命都有它的机遇 只要我们勇敢走下去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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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只要忘記 窗外有美好風景 每個生命 都有它的記憶 只要我們勇敢走下去 我們現在回到了吉隆坡公司這裡 然後我們發現我們收到了一封信 是來自Star Planet的信 其實前幾天就收到了 只是他們叫我回來記得要看信 所以我們現在打開來看 到底上面寫的東西 OK沒有錯 這個是Star Planet寄來的律師信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仔細看一下 它這個信主要是在控告我們毀謗 它裡面列出幾點 就針對我之前拍的那個video 如果你們不知道什麼video 麻煩請看回之前的video 我相信這個video Star Planet Dato Allen的人一定在看 還會叫Lawyer一起坐下來一起看 然後找漏洞想辦法弄我 弄給我死 所以呢它就提出 關於那個video裡面毀謗的內容 A. Our clients are dishonest B. Our clients are no worth any credit C. Our clients are incompetent and cannot be relied open D. Our clients are corrupted and E. Our clients are manipulative and cannot be trusted 然後它裡面也列出我整個video後面的內容 包括所有的中文的對白 它因為它一行 從我的video裡面抄所有的對白出來 因為我們的video都有三行文字 我裡面講過的一字一句 全部寫出來 可是我是喝醉獎的嗎 沒有錯的 OK整個信的重點呢就是這裡 它要求償毀謗罪一千萬馬幣 我的錢已經捐掉了 而且也沒有一千萬了 我把我整個身家賣掉我也沒有一千萬 不要緊啦 這個東西 我再問看我律師的朋友 看誰可以幫忙 我相信接下來打官司要花幾百錢 我的錢已經捐掉了嘛 不只沒有錢 而且現在MCO 我歌手有沒有辦法去上台唱歌表演 這種東西銀行應該不會借錢 如果你沒有認識阿龍界的朋友 或者是我本來的阿龍界的朋友 看可不可以給點discount來幫幫忙一下 還是你沒有認識什麼好的貸款公司 可能要去台灣找一下